欢迎收看年代关键字 我是陈元纯 这一集的节目内容很精彩 五段都离不开两个字 就是最夯 我们有最夯的平台 最夯的农优券使用方式 还有最夯的累出国旅游 先来看的是Podcast 这可是近期来最吼红的新平台 不少艺人歌手或是网红 都想吃下这块大饼 打开APP就可以在通勤时间收听 题材从对谈 语言学习到财经应有尽有 马上带您感受这一波风潮 还要来看 怎么用一只手机就能录制 恭喜八项大奖 谢谢 谢谢大叔 我真太荣幸 最想拿的是什么奖呢 这是Metal Head Politics 我们新的播剧 我们的最爱的东西 音乐 政治 台湾 可以收听姐妹悄悄话 Sisters Talk Talk Show 刚刚听到的这些内容 全都是Podcast 打开手机点击紫色 同样是许多手机用户 收听Podcast的标准姿势 节目暴露万象 可以是15分钟的英文学习频道 韩国节目 或是收听知名主持人 欧普拉开箱 简单来说Podcast就是网路广播 也有人叫它是声音版的YouTube 就是比较符合现代人的一个 吸收内容的一个方式 就是网路时代的一个方式 这好比于就是电视跟YouTube的感觉 很类似 走路跑步运动 甚至是上班休息时间 Podcast随选随听 以空闲的耳朵来消磨时间或学习 很严重的感觉 但我觉得整集都会是这样的笑声 大概是 然后大家听到一半就耳聋了 应该不会吧 应该会很开心吧 但不要跑步可能会叉气 2019年起Podcast大爆发 台湾中文Podcast平台三昂上架 邀请名人制作节目 到了今年5月下载量 已经突破千万 最主要最主要原因 其实是越来越多优质的创作家 进来当Podcaster 来制作这个Podcast 因为这一块的话 才可以吸引到更多的听众进来 那包括就是近期看到很多YouTuber 之前在YouTube的时候 还要开始转做Podcast 你现在自己也是主持人 所以这种话就交给你了 好 没有问题 5月25号大家一定要收听 丹妮表姐主持的 表姐必请威力安 会来上节目 跟她聊聊天 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现在做广播 不一定要在录音上 也可以用手机来做节目 简单入门就能当主持人 怎么拿起手机录音盛传Podcast 知名Podcast主持人 乔欣也在网路上分享告诉你 可以先用手机 然后跟 你平常在使用的电脑 开始就可以了 录音设备 像我刚刚提到 是手机跟笔电 那手机的话 我是用App录音 建议就是试做看看吧 一个创作者的一个角度来说 你可以先用一个 非常非常低的成本的方式 来把你的内容先产制出来 然后看看说听众 或是你可以先 拿你身边的亲朋好友等等 去试听看看说 你觉得这个内容的部分 是不是好的 是不是值得我持续做出来 录好节目 搭配网络平台上传 就能将节目轻松上架 是希望把这个门槛降低 让Podcast很容易 可以去录好内容的时候 就可以上传 然后发布到各大平台 所以我们的平台 可以帮忙协助做这些东西 包括发布到Apple Spotify 或是我们自己家的App 以前你要进飞碟电台 或者是中广 它其实都有很多 很严格的筛选机制 现在你只要有个麦克风 有个录音器材 你就可以做Podcast 就是应该是 这个广播时代迎来 最空前的摧毁 或者是说全新的民主 大概有一两千档节目 都在里面了 所以当然也许到 今年年底之前 应该会有一些重整 一旁太强不定会被撞到地上 Podcast当红 让传统广播也反其道 与Podcast平台一块合作 今天你Podcast活媒 继YouTube之后 成为不能不知道的日常生活 记者 沈邦敏魏林燕和任凯 台北报道